聊斋之意 蒲松林 白话翻译 假山山 种梨 有个乡下人在集市上卖梨 梨的味道十分甘甜 但价钱很昂贵 有一个道士带着破头巾 穿着烂衣服 跑到乡下人的车前来讨梨翅 乡下人呵斥他 他就是不走 乡下人心中十分恼火 骂得更凶了 道士说 您这一车有好几百个梨 劳到我只要一个 您又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 周围看热闹的人也劝乡下人挑一个不太好的梨 送给道士 打发他走算了 但乡下人执意不肯 旁边店铺里的一个伙计 看见二人吵得不可开交 就拿钱买了一个梨送给了道士 道士谢过之后说 出家人不懂得吝息 我也有上好的梨果 这就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有人说 你既然有梨 干嘛不吃自己的 道士说 我正需要这个梨盒做种子 于是 两手捧着梨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道士吃完梨 便把梨盒拿在手里 解下肩上背着的铁铲子 在地上刨了一个几寸深的坑 把梨盒放进去 附上土 然后 又像集市上的人索要热水来浇种子 有个好事的人在路边的店里要来一壶滚烫的开水 道士结果就往坑里倒了下去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一株弯曲的幼苗从土中钻出 然后渐渐长大 不一会儿 就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梨树 接着 开了花 再接着又结了果 那梨子个个硕大饱满 香气扑鼻 满树都是 于是 道士爬到树上摘下梨子 分给围观的人们吃 一会儿就分完了 然后 道士就用铁铲子去砍树 叮叮当当地砍了很久 才把它砍断 他把带着枝叶的树干扛在肩上 丛丛融融 慢悠悠地走了 在道士刚开始编戏法的时候 那个乡下人也夹在人群中 深薄瞪眼地看得很专注 连自己卖梨的事都忘了 等道士走了以后 他才回头看他的梨车 发现车上空空如也 他一下明白了 刚才道士分给众人的就是自己的梨 再仔细一看 车上的一个车把也没有了 从断口上看是心砍的 他心中大怒 寻着道士去的方向急忙追去 转过一个墙角 只见那个断车把被扔在墙角 乡下人这才明白 道士所砍的梨树干就是这个车把 此时 道士的身影早已不见 集市上的人全都笑得合不上嘴